大家好 我是潔西 那今天要看的是間接問句 那什麼叫間接問句呢 間接問句 講到間接就有直接對不對 那我們直接看這邊 Where is Sam 我今天要找Sam 找不到他 我說Where is Sam? Sam在哪裡 這就是一個直接問句 那什麼叫間接 間接就是沒有直接問 我比較客氣一點 請問一下你知不知道Sam在哪裡 這時候我可以說 Do you know where 這時候我不能說Where is Sam 我要說Where Sam is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是因為這個地方 Where Sam is 這裡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名詞來看 你知道這件事嗎 什麼事情 Sam在哪裡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大名詞 大名詞在我們英語的來講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名詞子句 所以這個NO後面可以接一個名詞子句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用名詞子句來用一個間接問句呢 主要的話就是我們不確定 什麼是不確定 I don't know where Sam is 我不知道Sam在哪裡 我不確定 還有一個常看到是 I wonder where Sam is 我想要找他 但是我又不知道他在哪裡 或者是比較有禮貌的 比較有禮貌的像這種 Do you know where Sam is 或者我可以更刻意 更客氣一點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Sam is 好這也是很客氣的 那Can you tell me where Sam is 這差別在哪裡呢 Could的話就又更禮貌一點點 Could you Can you Do you 這個本身都是問句對不對 所以看到這邊都是問號 可是我假如是說 I don't know I wonder 的話 這個地方呢 它是一個句子 所以它的後面是句號 你說可是它這邊是問句 不是它不是問句 這裡是問句 到了這邊就叫做一個名詞子句 它就變成一個子句 它不是句詞 它不能單獨存在 Where is same 是一個句子 Where same is 不是一個句子 它是一個名詞子句 它是一個子句的話 它就必須要用直數句的方式 這個直數句的話 其實我放錯的一方 沒有關係 直數句的話 要怎麼改呢 為什麼這邊is在這裡 為什麼這邊is跑到這裡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英文的問句 英文的問句 我不管這邊了 這邊因為我剛解釋的時候 我把這裡寫到這邊來了 我到時候再改 英文的詞序 詞序就是它的順序 是主持加動詞對不對 he is 32 years 他今年32歲 主持he 動詞 is she went jogging this morning 他今天早上去慢跑了 Went jogging叫做慢跑 他的winter's go的過去式 這個是他的詞序 可是當英文我們要造一個問句 我們剛講到直接問句 間接問句對不對 你要造一個問句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主動詞放到主詞的前面 那主動詞的話 在這種句子當中就是意思 我不知道他幾歲 所以我問說how old is he 他幾歲 how old is he 這個叫做助動詞 放到主詞前面了 這是直註句 有沒有 助動詞 或者是椅子比較特別 因為他本身是動詞 他本身也是助動詞 好 所以他就可以跑到前面來造問句 他就放在這邊 但是呢 在過去簡單式的時候 他沒有 助動詞 他的句子就是she went jogging 所以呢 這裡你要造問句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人來幫忙他 這個人叫做助動詞 在過去簡單式叫做did 所以呢 where did she go jogging oh when 對不起 我明明看著 看著會唸會了 when did she go jogging 他什麼時候去慢跑的 那假如是會了就是去哪裡 慢跑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助動詞就擺到主詞前面了 你說是這樣子 對 幾乎不是百分之百 例外的我就先不講 例外的放在比較難的地方 這裡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講 進階問句的方式 所以有例外 例外我們先不看 所以造問句的時候 你的助動詞就是放到主詞前面 好 那英文的話呢 你要把一個問句變成直數句 然後你要把它變成名詞子句的話 這個時候你要看他的助動詞的不同來改 好 什麼意思呢 你在英文的句子當中 大部分你要造問句的時候 有三 有一個助動詞叫 do 那他的第三稱單數是 does 他的過去是 did 好 這個是非常特別 就是他是突然跑出來 整個句子當中 本來沒有助動詞 那他啪啪啪啪 因為我們要造問句 因為我們要造否定 我們就把它拉出來 好 把他拉來當我們的好朋友這樣子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假如是你要造問句的時候 就是要用 do the did 假如你要改成直數句的話 do the did 就要去掉 好 do動詞不變 the動詞改成第三稱單數的s d 的話 did 的話 動詞改成過去式 好 這什麼意思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 Where do they go to school 他們去哪裡上學 好 本來是要問說 他們唸什麼學校 他們是唸 就是可能一群很操的學生在 就是解析 以前在公車上操 然後就被人家寄上學 就告到學校去 就到教官司去寫回禍書這種的 就想看一下那個 到底唸什麼學校 好 那這個時候 這是一個問句對不對 問句的時候 你有一個這個 do 好 微小型瑕疵 這個 do 的話 就把它去掉 好 這個 do 就 因為我要把它改成直數句 這個 do 我們剛剛講 他是 跑出來 臨時跑出來當朋友的對不對 朋友不需要的時候 就拜拜 把他提手就好了 好 這個時候就變成 I don't know where they go to school 這樣子 所以這個 do 有沒有就不見了 就像剛剛講的去掉了 好 可是假如我是 the 子的時候 where does she work 他在哪裡工作 就變成 I don't know where she works 好 這個 the 子的話比較特別 這個朋友你不要了 可是你這邊有一個 s對不對 s 請他回來 好 原來的動詞的第三稱單數的時候 這是現在簡單式需要 s 只有在現在簡單式的時候需要這樣子 好 所以就變一個直數的句子 那直句對不起 變一個直數的直數句 好 How did he get home? 他什麼 他如何回家的 還是搭公車搭捷運 還是像傑西錯過末班車就要騎腳踏車回家那種的 好 這個 did 我們也是一樣 拜拜 可是 did 他是過去式對不對 他會影響到前面的動詞 你就把它還原 變成 I don't know how he got home 好 傑西這邊全部都用 I don't know 比較簡單 你也可以改成 I wonder could you tell me? Can you tell me? I don't know 我有講回I don't know 好 這都是一樣的句型結構 這樣子不好有沒有理解 我剛發現應該講第二個比較簡單 因為第二個先講的話就是搬回家就好了 就總之你去記一下 do the did 是最特別的 do 去掉 好 不管他了 the 把 s 加回去 did 把它動詞改成過去式 好 那在你其他的句子 當你的句子是原本就有的住動詞 比方說 be 動詞 m is are 過去式是 what were 或者是你是一些住動詞 像 will 好 在未來 have has 用在完成式 where have you been 跑去哪裡啦 這種 can 可能 should 需要 像這種住動詞的時候 只要搬回原本的位置 就是主詞的後面 好 這什麼意思呢 what is her name 她的名字是什麼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麼 I don't know what her name is 就這樣子 好 這個椅子 這個 her name 是主詞對不對 你就是找到主詞 把 be 動詞 把你的住動詞搬回主詞後面 好 where has he been 他跑去哪裡啦 一個早上找不到人真實的 好 這個時候 你的 has 是住動詞對不對 把他搬回來主詞的後面 I don't know where he has been 好 再來 what should I do 我該怎麼辦 明天就要開學了 結果我的暑假作業還沒寫完 怎麼辦 what should I do 借同學的來抄 節系經驗 今天坐 今天在哪裡 忘記了 就看到一個人 想說他在幹嘛 拿著另外一本 監運的時候 搭捷運的時候 看到有人在抄 抄扁的作業 就是這樣子做 好 這個 should 放回主詞後面 I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do 好 其實這種句子的話 覺得有點不好講 為什麼 我們本來都已經習慣 what is her name 把它講成 I don't know what her name is 這個順序 除了你要了解之外 你必須要常常練習 做很多例子 這樣你講起來的時候 就會比較順一點點 那不順的時候 就是你要稍微想一下 我要改 我要改 我這樣子 我要把那個動詞 住動詞搬回家 我do the did 要去掉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直接做練習看看 你可以自己 再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然後把練習做完之後 再來聽這個部分對答案 What did she do 他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我們說什麼 did 對不對 去掉 然後這個did 是過去式 把這個過去式的動詞 還原到 do 所以就變成 I don't know what 對不起 消血 記得要消血 what see do 變成什麼 did 句號 因為這是一個 I don't know 的句子 我不知道 所以是一個指數句 How much does a bus ride cost? 假設你是外國人來到台灣 你就不知道那個 做公社多少錢 現在更不知道了 因為現在上架車都要刷卡 所以可能沒有卡的時候 沒有easy卡沒有yoyo卡的時候 你要偷錢對不對 所以你要問一下 通常是15 兩段票是30對不對 但這時候我要問 Can you tell me 一樣這個是得子 所以我們說得子去掉 動詞在哪裡? ride 加一個s就好了 就變成 How much of bus ride cost? 這樣子 那這邊是一個問號 因為 為什麼問號? 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忍受他兩排 好 這個句子是 Can you tell me? 所以呢 這邊需要問號 這邊需要句號 注意一下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他從哪裡來? 他是哪裡人? 好 這個 does 又來了 我怎麼出這麼多 did的 does does去掉 這個 come s加上去就好了 I wonder 這個人呢 講話口音怪怪的 我在想他到底是哪裡了 Where he 把s加到 comes 這邊 那我看這邊 comes from 句點 因為是 wonder 好 Where was him last night? 他昨天跑上 跑去哪裡了 我昨天打電話給他都沒有接 好 不知道跑去哪裡 I don't know 這個是 was 除了 do does did 之外的 全部都搬回家 怎麼會was him 對不起我最近 那個叫什麼 中暑中過頭了 今天還是一直拉肚子 還是中暑 頭有點微痛 好 應該是 I don't know 應該是主詞 不能是授詞 對不對 對不起 I don't know where he was last night 一樣句點 好 Why is Sandy laughing? Sandy在那邊笑 笑什麼 笑 沒有辦法 對不起 好 這個 laughing 就像解析 很喜歡大笑一樣 這是逼動詞 逼動詞還原到Sandy後面 I don't know Why 把它放在格子裡面 好了比較明顯 I don't know why Sandy 是 laughing 那麼把它換原就可以了 句點 好 How old is she? 她幾歲啊 哎呦我真不知道 看起來好年輕啊 其實有些學生 哇 看起來超年輕的 看起來像學生一樣 可是實際上在工作 到底幾歲呢 I wonder 這個意思是逼動詞對不對 我題目怎麼這麼沒有挑戰性 對不起 好 How How O 怎麼辦 主詞後面加上逼動詞 she is 9號 我怎麼都放逼動詞的 怎麼沒有shooter 我應該來放個 shooter 嗯 等一下再來想shooter Where is the nearest subway station? Station 對不起 今天怎麼唸的還嗆怪怪的 好 最近的那個地鐵站在哪裡 這個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或者有時候會問附近有沒有洗手間 好 其實出國的時候就是會問這個 很愛上洗手間的人沒辦法 這就是逼動詞對不對 其實你發現逼動詞蠻常見對不對 所以就把它改成 Can you tell me where the nearest 好這這麼長 subway station 這整個都是你的主詞 所以你要能夠辨認出你的主詞來 好 你才會知道說你的句子要怎麼樣說 怎麼樣敢 好 When the nearest substation is 因為這個是 Could you tell me 所以是一個問句 Why did they break up? 他們為什麼分手啦 到底怎麼回事 Did 去掉 把break改成broke I don't know why they broke up 句點 How long does it take? 要花多久的時間啊 我要從台北做到淡水 到底要花多久的時間 大概一個小時吧 好 Do you know 一樣那個 的子去掉 把那個 的子跑到 take s回來 所以 Do you know how long it takes? 好我都故意挑那個 比較有變化的對不對 好 那這個來 When will she come back? 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I wonder when she will come back 因為是 will 是一個主動詞對不對 所以呢 你所要做的就只是把這個主動詞移回主詞的後面 好 所以 這邊的話 限於wh的question yes no 的question要加whether跟if 那用法都是一樣 我就先不講 好 那比方我們很久不見 我們說 How have you been? 最近過得如何? 那這個時候呢 你寫信給人家說 我不知道你最近過得如何啊 I wonder how you have been 就這樣子 好 剛剛那個should should should where should I take the bus 啊 比較實際 where should I park the U-bike 好 當你騎U-bikes 之後 喔喔他把我改過來了 當你騎U-bikes 有一個問題對不對 欸 到底那個 停車要停哪裡 傑西從來沒有停過 只有在站跟站之間 因為不知道 好像可以鎖對不對 不知道怎麼鎖 啊停感覺也蠻危險的 所以通常都只有站到 就是有一個站到另外一個站之間 好 那我要請人家告訴我 客氣一點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should 欸 十分鐘超過了 好 很快 就是當作計時器 其他是我的護眼器 護眼器 好 where should I park the U-bike 一樣是文號 然後一樣又被改過來 是這樣拼吧 好錯的話請大家見諒 那個b有沒有大寫 我忘記了 可能是有 應該是有 但是我不改了 好 所以有沒有這個should 只要把它移到I 就是把這個 我們再複習一下下 大部分的助動詞 原本就有的 比方說b動詞 比方說will have had can should 都把它搬回家 好 搬回在哪邊呢 就是主詞的後面 那只有這三個 do does did 比較特別 do去掉 does s加回動詞 did 去掉 然後把動詞改成過去式 就這樣子 講一講好像也不難對不對 好 希望這樣子能夠讓大家比較可以理解 好 很久沒有做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有 這其實是同學的問題啦 因為 我本來做那個 從頭學文法對不對 等一下有空的話就再錄一次 那有時候剛好同學問到的時候 就會先做這樣子 好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可以講一下嗎 好 有 覺得還不錯的可以按個讚 好 然後也可以 也可以訂閱 這樣才會更有動力做下去 謝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